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夜日呼啸着便冲向了两名顿走的神族天神修士 这两名天神修士被规则符压制在了玉神圆满 在感受到莫无忌的猎语拳之后 他们根本不是想着如何抵挡 而是发了疯一样加快了顿走的速度 莫无忌根本没追 连法宝都懒得寄出来 两名顿走的天神修士像是撞在了一道无形的波纹墙上 莫无忌的虚空阵纹 这两个天神修士根本就看不出来 下一刻 两道猎语拳直接轰在了两名天神修士身上 两团血雾爆炸开来 除了之前被莫无忌神圆手印抓出来的小白脸 七名神修士眨眼被干掉了三个 仅剩的一名天神和三名玉神 都是面色苍白的看着莫无忌 他们在这儿已经不知屠戮了多少别族修士 可现在轮到他们要被杀的时候 他们开始惧怕了 你 你不能杀我们 我们来自真正的神族 我们神族不但有无数顶级神王 还有众多河神强者 若是你将我们杀了 就算是相聚击击 神族强者也会追杀下来 可是 可是只要你不杀我们几个 我们可以发出灵魂誓言 莫兄 别听他的 这些神族说的话没有一句是真的 莫无忌还没开口 一个尖锐的声音打断了那些神族修士 测红 你是个王八蛋 你也敢出来 看见出来的人 尼凯厉声大骂 如果不是因为前面有几个神族强者 尼凯多想冲上去 当先干掉侧红 莫无忌的神念 早就见到了躲在一边的侧红 在他的眼里 侧红早就是一个死人了 莫兄 当初娇蓝 阳红诅诈诈神通 想破开莫兄你布置下的护阵 可恨我鬼迷心窍 居然被他给说动 然后一道破开了你的封锭 打开了神族的诅咒文 侧红似乎心绪难平 说这些话的时候 几乎是一口气说出来 见莫无忌面无表情 似乎并没有动手的想法 侧红心中松了一口气 他知道 特别是莫无忌这种强者 心中对顶级神通 必定会贪心 只要他捏住诅咒术这几个字 一定有机会活下去 说完之后 侧红似乎缓了几口气 然后他又说 我是后悔都来不及 好在我们的确得到了诅咒术神通 这门神通我已经记下了 神族之所以没杀我 就是想要我的诅咒术 我一直想着 如何通过手段杀了神族这几个畜生 奈何我修为太低 只能用诅咒术 与他们拖延实践 你说完了吗 莫无忌淡淡的看着侧红 侧红不明白莫无忌什么意思 他随即就说 诅咒术这种东西 绝对不能给神族啊 实在是太强大了 我决定将诅咒术交给莫兄 说完了 那就去死吧 莫无忌一张手 一道虚空神源首页 直接抓住了侧红 随后便打出了数十道虚空阵纹 一团火焰扔进了阵纹之中 侧红淒厉的叫声传了出来 莫无忌 这诅咒术绝对是宇宙中的顶级大神通 难道你连这样的神通也不要吗 莫无忌根本懒得理睬他 这家伙将神族引过来至少间接杀害了数千万人 莫无忌如果放过他那才是怪事 看见侧红在火焰中 呼嚎得越来越惨 越来越凄厉 尼凯下意识打了个哆嗦 当年莫无忌在宇宙角连杀众多道帝和大先帝 尼凯便知莫无忌绝对不是一个手软之人 现在见侧红被莫无忌这般斩杀 他心中暗自庆幸 幸好自己没对大诅咒树齐心 否则没死在神族手里 此刻也会在火焰中神魂俱灭 剩下的几名神族修士全都坠坠不安 就连那用神族强者威胁莫无忌的家伙 也没敢继续再啰嗦 莫无忌的目光从几人身上扫过去 然后才说 这次神族来了几个人 除了你们这几个 还有什么人 那名神族天神修士对莫无忌报了报权 道友应该也是从神界下来 我可以置无不言 只要求 你手中沾满了无数无辜的鲜血 你没有资格要求 你说还是不说 这天神修士心中一颤 索性闭口不言 莫无忌再次一张手 强大的漩涡领域束缚出了这名天神修士 将这天神修士丢到了 还在哀嚎的侧红身边 恐怖的火焰席卷 哀嚎之中再多一人 被送入火焰之中燃烧 这名天神修士立刻强行破开了天地规则符 天地规则粘压而来 让他肉身直接溃散 不等他的元神倚出来 火焰卷过来 将他化作虚无 看着余下几名惊惧不已的神族修士 莫无忌冷冷地说 谁能仔细回答我的问题 我给他一个痛快 也给他一个轮回的机会 前辈 我可以回答你 最先被莫无忌抓来丢在地上的神族修士 在听了莫无忌的话后 急切地说道 前辈 我也可以 又一名神族修士喊道 剩下两人相互看了看 他们还在犹豫的时候 莫无忌的神员手艺 已经将这两人抓了起来 等等 前辈 我也能回答 完了 说着 莫无忌已经将这二人 扔进了空间火焰之中 似乎知道莫无忌没有耐心 那名小白脸神族修士赶紧说 前辈 我们这次一共来了十个人 其中一个在修炼诅咒术的时候 急切累卸 神魂俱灭了 还有一个人听说 星空邪海岛有聂空国 他在不久前 去了星空邪海岛 莫无忌心中一惊 他自然知道这聂空国有多么珍贵 聂空国完全可称之为道国 因为其中蕴含着一丝空间规则 他就曾在星空邪海岛得到过最好的聂空国 袁莫在一旁不屑地说 就算他的修为在墙上陷 也打不开星空邪海岛的 莫无忌点点头 他对这个说法倒是很认同 星空邪海岛如果不自己打开的话 外力想打开 确实千难万难 至少莫无忌认为一个天神修士是打不开的 更何况还是一个被规则符束缚在玉神境界的天神修士 我担心的是 这人得了消息马上逃 等莫宗主走了 这神族家伙又跑出来兴风多浪 一旁的陆子廷颇有些担忧 此刻虚空中哀嚎的测红和两名神族修士 也紧接划作了虚无 莫无忌一张手 便将这两名玉神修士统统斩杀 然后才说 不用担心 大莫 你和陆宗主 还有尼凯道友 把宇宙教整顿一下 里面还有很多存活的修士 这些修炼诅咒术的神族修士被我斩杀 他们应该会从诅咒里恢复过来 我得赶快去神玄路 然后想办法 把那个诅咒正文赶紧封一起来 莫兄 如果去星空西海岛的那个神玉修士回来了 那该怎么办 莫无忌沉咽一下 接着将大黄和甩锅叫了出来 大黄 你和甩锅留在这 一旦神族修士回来 你们想办法缠住对方 大黄已是玉神九层 甩锅也快玉神五层了 两人在此 绝对能够拦住一个玉神修士 大爷 你放心 神族楼也来了 我绝不会让他走掉 甩锅一排胸脯 莫无忌没理睬这家伙 匆匆和袁莫几人招呼一声后 一个风仪便离开了此处 尼凯虽心中担忧 也不好怀疑 莫无忌留下的大黄和甩锅 路子亭子没想这么多 他已经加快脚步进入了宇宙角 宇宙角里还有很多的人族修士幸存 莫无忌走了并没有多久 一道银色顿光便冲进了宇宙角里 此刻尼凯几人才刚刚进入宇宙角而已 路子亭甚至还没开始召集存活的修士 这怎么回事 银色顿光落下 是一名身材高大的长发难修 他疑惑地看着路子亭几人 同时神念横扫而出 这里诅咒术的气息怎么没了 这里修炼的神族同胞呢 尼凯则叫急地说 是那个去星空险海岛的家伙 有没有道理 你赶紧发讯息给莫城桌 不朽凡人本期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由小编C和粘水笑为您播讲的 不朽凡人下一集 小编C和粘水恺 будете划故意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